廚房可以說是一間屋的靈魂 是直接影響整間屋的價值 接下來每一集 Mia Katrina 聯同講心講真 邀請了一班室內設計師 教大家不同的技巧 令大家可以設計一個屬於自己的理想廚房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個廚房 帶大家看一下 如何選擇廚櫃門板 事不宜遲 當然不少得我 Danny Chiu 今天很高興請到你Danny 跟我們分享廚櫃門板 如何選擇 你又知不知道有什麼物料選擇 我們市面上比較普遍的 會有幾隻 最普通我們會用膠板 但你見到膠板 可能我們行內會有客氣 這個比較普遍的做法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叫MFC 即是三座青鞍板 你見到它是用Chipboard去製造 通常都是在歐洲 押了它 押了它之後 就運回來整隻門板 都可以這樣製造 你見到那個紋路 其實都頗漂亮 都頗深 有立體 有少許像真木一樣 都很耐木 這隻板都頗漂亮 另一種是你手上拿著的ACRUDIC 即是一個阿加力的板材 你見到其實它的板材 都有3mm厚 有什麼好處呢 譬如你說刮花了 其實它的顏色都還在 所以你見到那個質感 其實我自己覺得 有少許玻璃的效果 有些亮面的感覺 有些亮面的感覺 最後這個是 多人用一隻叫焗漆 我們有些時候會跟客人說 叫做汽車漆 因為比較容易明顯 因為汽車漆 有些亮面的效果 就像光臉車的效果 但是我又知道 除了亮面的效果 好像雅都做到 雅都做到 你自己最喜歡用什麼物料 我在Project裡面 有兩隻我會較為常用 一隻當然是我還未放得下的 焗漆 因為顏色比較多 還有光臉的質感 另外一種當然是 這個 有三聚請 阿文 因為除了一個焗漆之外 其實耐用也很重要 第二件事就是 這個質感真的很像木 如果我們真的用木的木皮 其實油和其他都很難打理 這個就不需要 但會有木的質感 就會溫暖一點 所以這兩隻我都經常用 我們剛才說到這些這麼漂亮的鴨紋板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板底 其實廚櫃的板底 坊間通常都有幾隻 比如我們常用的一隻叫做鴿板 比如鴿板有什麼好處呢 鴿板很多人都知道是貴的 防潮的功效好一點 防止彎曲也有一個優點 譬如我們做膠板等等 都會比較有一個好一點的效果 穩定性 另外一隻我們很多時候 叫做一個叫做中密度的纖維板 中密度的纖維板 其實坊間有些人叫做鴿板 或者叫做泡花板 都是一樣東西 都是一些碎的材料 接著就夾上一塊板 譬如我現在手上的這隻 它的三聚清安板 其實你看到它都是用泡花板 即是你所說的泡花板去做 但因為外國的做鴿板 或者我們叫泡花板的技術 都會比較成熟 我們說了那麼多 不如又帶大家看看後面的廚房是怎樣用 OK 好 Danny 我們來到這個廚房 看到了這一套這麼漂亮的廚櫃 我們不如研究一下 好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有這個什麼物料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叫做三聚清安 即是MFC 比較舒服一點 而且你看到它的膠邊都會很漂亮 那就看回下面 是石紋來的 你看到是不是很像雲石 其實它不是一個雲石的石面 OK 你看到其實它是一個我們叫PET PET就是一個類似膠板 當然它不是膠質面的一個… 印花 印花 變成它這個也是一個盡口的板材 都是在外國壓過來 才裝進去這個軌道 今集帶大家來到這個廚房 選擇門板 選對就有靚板 選錯就有chip chip的時候那怎麼辦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